很奇怪 周一闊跟李秉穎就在去年到今年 一直都在吹捧高端不是吗 他们两个只差一个字 就可以当高端的业务员 这个手背留给高端 就是手背留给台湾 我们大家都忘了吗 有那么健忘吗 最鼓吹高端不就是他们两个吗 怎么今天才讲说 高端不能躲在政府的后面 周一闊是外行人也就能够 体谅体谅他 反正他就是话就乱讲 提供我们丙哥的证据 照一下 我们应该等一下也有满满的整理 起来给大家看 我们丙哥在2021年8月12号讲的话 如果我要选择疫苗有四种疫苗 我会选择高端 去年8月12号讲的 好 那我的手机上就是在去年的6月8号 去年的6月8号 6月8号 我不讲李兵燕 我就很纳闷 因为我的生物科技只念到大二而已 这个我就问了一个在Norvex 这个首席研究工程师 他姓唐 他也是台湾人 我就问他 到底这个Norvex跟高端 都是用蛋白质的技术 去做出疫苗的 两个有什么不同 我念一文给他听 他说 有人拉起Norvex这张虎皮当大旗 声称高端疫苗与Norvex同为 蛋白疫苗 效率必然不相上下 可是Norvex用的是最新的颗粒抗原 免疫系统对颗粒抗原的反应远超过 水龙性抗原 高端是用至少这个 早了两代以前的水龙性抗原 如果坦白承认他是低了好几等 我们用的是很落后的技术 很落后的技术 然后我不相信李兵燕不知道 这个技术是很落后的技术 如果你说周一寇不懂 蔡正元不懂 郭正亮不懂 我们可以理解的 问这个技术有那么难吗 我们现在都知道说什么 疫苗有次四代疫苗 有什么战斗机 有第五代战斗机 我们用的竟然是李兵燕 叫两代的技术 然后我们整天宣传说 我们跟莫德纳一样 这怎么会是一样呢 你是蛋白质技术的疫苗 你也不是限体疫苗 也不是魅活疫苗 而你是什么 也不是什么mRNA疫苗 你就是最传统的蛋白质疫苗 结果Norvix在美国也没有上市 没人买 诺华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药厂 大概很少人没有听过诺华吧 结果你用的是诺华不用的技术 很古早的技术 那你弄出来骗台湾人说你最好技术 结果第二期的临床实验 你都拿不出来 不是拿不出来 不敢拿出来 那李宾云不知道吗 那怎么今天才把说打高端疫苗叫什么 叫倒霉族 你会不会太对不起打高端疫苗的人 听你大家在那边哄骗 蔡英文也打 麦清德也打 苏贞昌也打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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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发现全世界没有人承认你高端疫苗 我跟各位讲 这是很科学的事 不会有什么政治立场 你高端疫苗的制作技术 如果被世界所认可的 大家一定鼓掌欢迎 你知道吗 莫德纳本来是个小公司 只不过他那个技术资料拿出来以后 美国所有的专家 世界所有的专家觉得 就对了 就给他怎么样 很多的支持 为什么不支持那个什么 那个娇生啊 为什么不支持诺华呢 为什么来支持这个 没听过的莫德纳 一边也是像小公司啊 就发现他的技术是领先的 大家就群起什么呀 来支持 你高端就得不到医学界的支持 不要讲别人 连大陆上用媚活疫苗做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国药 都可以在美国的医学期刊里面 被报导出他的所有的第一期 第二期第三期临床实验的结果 那我们呢 有哪一个国际医学期刊报导我们的 没有啊 那你现在要后悔 你黎兵营有没有 有没有跟我们说一声道歉啊 你是技术专家 我后来问那个说 黎兵营讲的话对不对 我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个 传说还说 对方跟我讲说 这个也是诺华的首席研发工程师哦 他说李兵营被你们视为国师 他后面说 一句话应该叫做国 我不好意思讲出来那个字 所以 为什么一个政治性的一个考虑 会超过专业性的考虑呢 这是我们很不解 为什么台湾走到这个地步 同样的 这是一个科学的事情 不是外交的事情 美国认定 中国大陆的这种旅游的危险等级 比台湾远远不危险 早就是这样认定了 那台湾的旅游的等级 从今年以来一直被认定的危险等级 远远高于中国大陆 对 那请问各位 这个中国大陆有找他们的外交人员 去跟美国国务院去打交道吗 这跟美国国务院无关 美国国务院管不了这个事 就举个例子 如果有人觉得我们的这个 卫生规定不合格 他去找我们的外交部有用吗 没有用啊 这个什么商店 这是科学问题 你台湾的这个做到什么程度 全世界的这些公共卫生专家都在看 你不能说 因为美国不了解我们 我跟你讲 美国是全世界派中情局的外派人员 密度最高之一 就是在台湾 他不了解台湾 他不知道台湾吗 他比谁都了解 我问的是政治问题 不是专业问题 请问真的有可能 在10月的时候不让高端 这个EUA整个被废止掉吗 应该这么说 科学问题 只要卡到了政治问题 它就不再是科学问题 对 它就被污染了 所以我同意这个亮哥的讲法 就是说你在10月底把它挪到11月底 其实也没什么好意外 而且这个问题在选举上也不会是个主要的议题 或者主要的话题 社会大众可能不必那么关心 反正大家对于高端 有些人是一开始很热情 现在是哀莫大于心识 为什么说哀莫大于心识 你看周一寇跟李炳莹的表现 就是哀莫大于心识 以前都爱你 哇高端我爱你 结果现在怎么办 我高端我恨你 恨到什么牙痒痒的口难开 那还要说高端你不能躲在政府的后面 这个其实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如果我们台湾研发疫苗失败 这不是可耻的事 我们先确定这一点 我来举个例子 现在不是刚才亮跟我提说 他永远在打那个什么流感疫苗 全世界最好的流感疫苗 做的量最大 台湾买最多了 叫做塞诺菲 是法国的疫苗大厂 流感疫苗大部分它的最好 而且最有效 可问题来了 塞诺菲花了好多钱 去搞新冠肺炎疫苗就是失败 连法国政府都不敢推 也不敢买 而且塞诺菲自己也承认说 他的疫苗的效果有哪些问题 你要多坦白 你要花下去的钱 是多少钱下去研发 再来 美国搞疫苗 我们只知道有个莫德纳 可是事实上不是 至少有7支疫苗 丢了大钱 而且是美国政府 花钱请他们去研发的 所以你看美国的态度 也是很科学很严谨的 最后你看 他买的最后还是什么 BNT疫苗 买的还是什么 还是莫德纳疫苗 他并没有花大钱 去买那个什么 嬌生啊 这种疫苗 没有啊 你要承认失败啊 并不可耻 那再来 我们台湾呢 我们台湾得发展 两支疫苗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高端 一家在联雅 一个家在高端 什么叫台湾发展 就是在研发阶段 政府就出钱 补贴你去做研发工作的 结果我们也出钱补贴联雅 后来联雅被政府认为失败 所以医务业就没有给了 紧急授钱就不给了 只给高端 那我就很那么不客气讲 联雅在提出来的资料 并没有比高端差哦 你为什么把联雅砍掉 只留高端 这显然就是不是科学决定嘛 要砍两支一起砍嘛 很明显的你是政策决定 因为一开始民进党 就把它当作政治议题打 他想要吹牛说 你看我台湾自己 也有能够做一支疫苗 日本有那么多这种生技厂商 他疫苗有没有出来 也没出来啊 韩国有没有 也没有啊 就以中国大陆为例 我算一算中国大陆 政府补助去研发疫苗 至少14支疫苗 结果活下来只剩下三支 因为现在日本只成为三支嘛 什么国药 科兴 加上康诺轩嘛 只成为三支嘛 所以疫苗研发失败 不可耻 可耻的是什么 你用政治力量 去把一个失败的疫苗 硬要压着老百姓 认为它是一个成功的疫苗 然后爱台湾打高端 你不爱台湾人民的身体健康 你会爱台湾才有鬼啊 你在炒作高端的股票 跟股价而已啊 明明这是失败的 而且其中有一个人叫什么 陈建仁 别人就乱讲也就算了 你呢 工卫专家吗 中文研究院院士吗 那我都不晓得你 那里去啊 这个需要科学去研判的东西 你找个国际的专家来评端 不就是解决的问题吗 干嘛你关起门了 自以为是呢 你就是要捧一支 然后自己吹牛 说你看我们台湾的研制高端 你看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 法国做不出来 英国有AZ啦 对不对 然后意大利做不出来 西班牙做不出来 你看我们都行啊 日本人做不出来 我们都行啊 就搞老半天了嘛 闹剧一场 你为了政治目的 而且你把钱要全部给高端 最后结果你干了什么事呢 不让BNT 不满BNT 也不满莫德纳 眼线预算里面都没有 那以为说高端会成功啊 我相信蔡英文是外行啦 你们联合骗蔡英文 那蔡英文是自己骗自己 这全世界没有这么荒唐的决策嘛 这么一个科学可以解决的问题 你们为什么要搞政治呢 那现在呢 自吹自擂 现在全部破局了 而且一枪把你戳破了是谁 就是你的大哥哥日本啊 那美国啊 美国从来就不承认什么高端疫苗啊 他WTO 那我们就去骂WTO 刚才那个 WHO 他去检讨WHO啊 对啊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政治怎么走到这个地步 想要去利用一个老百姓的健康 一个科学问题 然后用政治来炒作 结果呢 炒作失败了 你现在又不承认啊 你现在想要 要让高端默默的退场而已嘛 嗯 那高端给的钱呢 你没有效果的资料拿出来是谁批准的啦 要不要追究 诶 好像没有什么责任耶 完全没有责任啊 没有人有责任耶 闹剧场 五十亿不见了 这是怂怂间 什么事都没有了 嗯 他只希望自己没有政治责任而已啦 大新闻大爆挂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挂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呢是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呢跟病毒作用 还原之后呢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 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把次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到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底